去年在12月初所攔截到的這批蔓苗 大約有25萬到30萬尾之間 市價大概在2500萬 日本它每年在7月底的時候 有一個鰻魚節 這個鰻魚的消費量大概佔了日本的 全年度的三成左右 所以那時候是一個需求的高峰 那一般日本蔓的養殖 從蔓苗一直養到成蔓 大約最快需要六到八個月 所以就是說你要供應7月底的 這個蔓苗節的市場大量需求 你要在年初的時候就要 必須要放苗 那台灣的產期是最早的 主要剩產期在12月跟1月 日本就需要這一批比較早期的蔓苗 那當然我們台灣蔓苗 在這段時間是禁止出口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用走私的管道 流通到日本去 那從去年底開始 政府修改了法令 這些走私的蔓苗要直接末入 就不准業主再買回 那這末入的蔓苗 就可以供一些血術研究 以及資源放流使用 全世界的蔓苗有19種 我們養殖業 長期來養的是日本蔓這個品種 蔓魚這個生物呢 它並不是在河川生產 以日本蔓來講 是在馬里亞那海溝附近的海域生產 浮出來的這些子魚呢 會隨著洋流漂送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這個蔓苗會慢慢長大 直至於變態完之後 變成這個蔓苗 然後進入到河口 那漁民在河口捕捉這個蔓苗 提供養殖業使用 蔓苗在這幾十年來 它的資源量實際上下降了90%以上 漁業署從去年開始 就規定了 11月1號之前呢 跟3月1號之後呢 是進捕 可以保護這一部分的這個蔓苗 去年開始 縣市政府都會公告一條 刺激以上的河川 禁止捕捕鰻魚 希望它讓這個河川 變成這個蔓苗的保護河川 那宜蘭縣市政府甚至公告 全縣的所有的河川 都是蔓苗的保護河川 禁止捕捉8公分以上的這個蔓苗 後來台東是台灣主要 要補蔓苗的地方 暫時不在這個限制範圍之內 來參加我們蔓苗放流的一個活動 如果我們的河川不能保護 我們的鰻魚就不能在這邊成長 最近這幾年 我們海邊捕捕的蔓苗 越來越少 利用這次機會 在新竹跟宜蘭的相關的河流裡面 我們放流了將近20萬尾的漫線 漁業本身就是環境的一環 如果沒有好的環境 我們就不會有漁業 我們有乾淨的環境 我們才會有永續的資源 我們才會有一個好處 在新竹林上下的旅民 我們在新竹林上下的旅遊 但是,我們在新竹林上下的旅遊 我們可以再開動 我們要開動 我們要開動